两毛钱的面条怎么样才能够给它做出吃不起的样子呢 当然肯定不是加风油筋 我今天给你分享一个面条独特的吃法 这个吃法保证你肯定没有见过 而且这样做的面条尤其适合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来吃 我们准备多点的小葱 准备小葱的时候准备这种葱白比较长的小葱 把小葱放到案板上 葱白和葱叶我们给它分开切 葱叶我们给它切成稍微短点的葱段 切好以后放进菜篮子中先放在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颗纸皮洋葱 给它切成洋葱丝 一块去了皮的生姜 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准备多点的蒜末 给它剁成碎点的蒜末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三颗八角 两段桂皮 两片香叶 铁锅中我们倒入多点的油 我们在准备油的时候 一定要准备无色无味的玉米油 这种油比较适合我们今天的做法 再把我们切好的葱白 洋葱还有姜片放进锅中 八角桂皮和香叶也放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开小火慢慢的熬煮 把大料中的香味 我们充分的给它熬出来 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全程烧火 慢慢的熬 切记火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容易熬糊 这样吃起来不好吃了 葱姜蒜给它熬成 这样表面金黄 然后捞出来 把残杂捞干净 然后把这个料油 给它放在一边 彻底放凉了才能用 锅中的油倒出来以后 再准备一碗花生米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开小火 慢慢的炒 把花生米给它炒香 把花生米炒至琵琶做下 被这颜色扑红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盛出来放凉备用 准备一个破壁机 把我们切好的葱段 都给它放进破壁机的里面 再把我们放凉的料油 给它倒进破壁机的里面 全部都给它倒进来 盖子盖紧以后 我们按破壁键 时间两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把葱叶给它打碎 大家切记 打的时候葱叶不需要加热 给它打成比较细腻的 糊糊状就可以了 打成我们视频中 这样的就行 打好的葱叶 我们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开小火 来慢慢的熬煮 把葱叶里面的香味 我们充分的给它熬出来 熬的时候切记 时间不要太长 太长的话 熬出来油会发黑 并且吃起来不好吃 把打好的葱叶 给它熬成抱团的状态 就可以了 时间大概两到三分钟就行 大盆中 我们放入一个密点的漏勺 把我们熬好的葱油 给它过滤一下 过滤出里面的残渣 这样一个绿色的葱油 就熬好了 我们这样做的葱油 不光颜色翠绿好看 而且这样的油 闻着也是特别的香 平时我们拌面 拌饭炒菜 或者是做凉拌菜的时候 扔上两勺 那真的是鳖蹄有多香了 我们一次吃不完的话 可以给它装进一个 密封的罐子里面 这样也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锅中的开水 勺子将开未开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食盐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 才会好吃又劲道 然后下入两毛钱的面条 然后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面条受热更加的均匀 煮面条的时候 一定要先加搅动 把面条给它煮至 没有硬心的时候就可以了 煮好的面条 我们都给它捞出来 放进一个大盆中 然后在盆中再加入多点的冷水 把面条过一下冷水 这样能够防止粘连在一起 而且面条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吃 然后给它捞出来 放进另外一个大盆中 我们先加入一点点的葱油 再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让每个面条上面 都能够均匀的裹上葱油 搅拌均匀以后 在盆中再加入一勺辣椒面 然后再把我们切好的蒜末倒进来 在盆中再淋入两勺烧热的葱油 激发出食材中的香味 然后再加入食盐和鸡精 大概一汤匙的蚝油 再来一点点香醋 再把我们提前炒好的花生米倒进来 喜欢吃葱花的再放入一点葱花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较匀以后装进盆中 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葱油拌面 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这样做的葱油拌面 有一股独特的葱香味 吃起来不光好吃 而且颜色也是特别的好看 尤其适合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来吃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